耶利米书第41章 但在七月的时候,王义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 也是王的一位大臣,带了十个人和他一起到米斯巴去见雅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他们在米斯巴一起吃饭的时候 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和与他一起的那十个人就起来 用刀袭击沙藩的孙子雅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就是巴比伦王指派管理纳蒂的,把他杀掉 以什玛利也击杀了所有在米斯巴和基大利一起的尤大人 以及在那里所遇见的迦勒底军兵 他杀了基大利以后,没有人知道 第二天,有八十个人从事件、事罗和撒玛利亚前来 胡须剔去,衣服撕裂,身体割破 手里拿着素剂和乳香,要带到耶和华的店里去 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从米斯巴出来迎接他们 边走边哭 遇见了他们,就对他们说 请你们来见雅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他们到了城中,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和与他一起的人 就把他们杀了,扔在坑里 只是他们中间有十个人却对以什玛利说 请不要杀死我们 因为我们有许多小麦、大麦、油和蜜埋藏在田间 他就住了手,没有把这十个人在他们的兄弟中一同杀死 以什玛利把他们所击杀的人的尸体全部扔在坑里 他杀这些人是因为基大利的缘故 这坑是从前亚撒王为了防御以色列王八杀而挖掘的 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用那些被杀的人的尸体填满了那坑 以什玛利还掳去所有留在米斯巴的渔民 包括王的众公主和所有留在米斯巴的人民 这些人都是护卫长尼布·萨拉旦交给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的 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把他们掳走 往亚门那里去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与他一起的众将领 听见了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所行的一切恶事 就率领所有的人去攻打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 在激便的大水池边追上他 在以什玛利那里的众民 看见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与他一起的众将领就都欢喜 于是以什玛利从米斯巴鲁区的众民都转身 归到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那里 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带着八个人逃脱了约哈南的手 到亚门那里去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与他一起的众将领就夺回了全部渔民 包括军兵、妇女、孩童和宫中的承载 就是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 在刺杀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以后 从米斯巴鲁走的 约哈南把这些人都从鸡便带回来 他们去到伯利恒附近的基罗特金汉 停留在那里 想要往埃及去 躲避加勒底人 他们惧怕加勒底人 因为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 杀了巴比隆王指派管理纳帝的 雅西干的儿子基大利